2020年人口普查 将会影响未来10年政府代表的位置 医疗、社区公共设施等资金分配 请立即上卖2020sensus.gov参与普查 在新冠病毒和全美反种族歧视抗疫的冲击下 美国5月份失业率仍然下降至百分之13.3 雇主增加250万个工作崗位 是1939年以来月增长最高 百人、非裔、拉丁裔就业都增加 离好消息拉动股市大涨 新冠病毒疫情未见缓解 全球确诊病例已超过660万 过去7天每日新增确诊超过10万例 6月3日单日新增13万多 美国疫情热点有所变化 纽约市新增死亡挂零 洛杉矶院总确诊病例在全美国院排第三 美国宣布撤销禁止中国客机飞往美国计划 但每周紧允许两个航班飞美 达成同美国航空公司平等局面 明镜谢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